现在车市很低迷 国内的汽车业者像就希望了 政府可以比照金融海啸时期 来推出一些购车的补贴 不过财政部的官员是表示说 上一波的金融海啸购车补助 并没有明显的带动 汽车太就换新 业者只要偷偷的涨价 他的减税就可以从中拿到好处 况且政府目前已经提供了 电动车等节能车货物税的减免 如果再提供柴油气 柴油的这个车的购车补助的话 恐怕会跟他们原本节能这样的政策 是相违背的 也就间接的宣告说 这个购车的补贴方案 现在是已经拍死腹中